Hello 大家下午好 我是琪琪 我是Symphony 大家好 我是阿妹 是咯,因为刚才 阿妹跟我们分享一个 不是一个,很多个 她很好很好的见证 我们都听到,哇 这么好的见证一定要开live 来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也可以 听到她这么这么好的 见证 所以,现在我们来先 自我介绍一下,阿妹 你是什么背景的 我是来自尼奈 然后我是 在KL上班 然后我的 HOME TALK 在尼奈 你看 我们的小妹一直赖 来来来来 对咯 因为现在我们人在 你赖 Vivian,你要上镜吗 Hello 上镜小妹 刚才我们听到的 阿妹的见证是什么呢 她其实 在十年前 就有膝盖痛的问题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见证 一定要由她来亲自开live 跟大家讲 所以可以来讲一下 为什么你会接触到 我们的Alora Pants 然后 Alora Pants 对你来讲有什么改善 其实是十年前 因为一次旅行跌倒 然后就造成我的膝盖的问题咯 就是我上下蹲着 我需要一段时间 我伸直我的脚 我的左脚 我才能开始走动 那时困扰了很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 我有去看过中医 也有去看过骨科 然后骨科是建议说 叫我做物理治疗 当时我做物理治疗 也是蛮长一段时间 我忘记了 然后 我在心想 如果长期这样子做物理治疗 也不是一个办法 我一个星期 大概做两天物理治疗 也会有影响到我的工作 我就再去问医生 还有什么办法吗 医生就说 要不然你开刀咯 你开刀 把里面的肮脏东西 然后你根的问题 处理掉 你就完全不会有这个痛了 然后我也硬着头皮去 相信这个医生 OK咯我开刀咯 开刀了 过后 我是完全 一个脚 左脚的膝盖那边 就完全是没有这个问题了 但是好景不长 我就应该是有几年啊 三四年后 我又再开始这个问题 我的脚又再开始这样痛 我又再去找 但是我没有回去找那个骨科 我再去找那些中医 中医再去帮我做那个拯救那些咯 然后还是一样这样子的问题 我都已经是不懂要做些什么了 然后又 就是蛮心累的 在大概两年前 两年多前 我一次在床上那边 我在打扫我的床 我在床上那边 就这样子跳下来不了 突然间我的脚 整个好像走不动这样啊 好像走不动 就是说 那个膝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还没有 现在又另外一个问题 对 同一个脚还是不同 我的膝盖问题是左脚 然后 我刚才说在床上那边跳下来过后 我就发现我的右脚的脚板 脚板 就痛 很痛 就讲什么事情 然后当时我直接是call我的 我的家人说 你们能不能载我去看医生 我要直接进院 我完全是走不到 真正是痛到我 我进到医院 他好像是有那个 等一下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有 然后我就去进医院那边的时候 去看医生 医生帮我scan 原来 我的脚有骨刺 等一下 就是说 阿妹 两个脚 一个是左脚 就是有膝盖痛的问题咯 开了刀过后 原本以为 OK啊 应该是OK了的 但是过后是还会痛咯 另外一边咯 就是右脚的 不是 右脚的 脚跟的 脚跟那边咯 过后咯 嗯 才发现咯 原来有骨刺的问题 嗯 这个是我的骨刺的问题 再近一点 来 我帮你 有看到吗 啊 这个 这个骨刺的问题 直接是插进我的脚板 所以只要我在 看到咯 看到咯 嗯 下面那边有一个 这边 这个就是骨刺 骨刺的问题 啊 然后只要我在走动 就是会痛了的 然后医生当时是 呃 说 唯有一个方法咯 就是帮你打止痛针咯 打一个 哇很痛咯 打一支很大支的那个 止痛针 在我的脚板那边 嗯 然后叫我回家休息 然后吃止痛药 嗯 然后我说 这样子罢了啊 我说 就算是开刀 医生也说 不能完全会好回 嗯 所以我只能听医生这样讲 呃 吃止痛药 嗯 然后打了那支针 在家休息了几天 然后就拐下拐下这样子 还是需要去做工咯 去做工咯 然后做了那个治疗之后 就没有再痛 还是还继续再痛 时不时还是会痛的 时不时就还是痛 嗯 嗯 然后我是在 呃 有一次是 Stephanie 是我爸爸的好朋友啦 他是 通过 我爸爸有说啦 然后 他是介绍我这个裤子咯 我穿了大概 那时候怎么感觉呢 裤子 哇 就是应该是 那时候我听你讲哦 就是原本的时候是不相信的 是吗 其实我在心想 一个裤子 有 有那么神奇嘛 可以穿到你 是啦 我做了这样的东西 是这样医生 就不用看了咯 然后 我就在 我就 呃 相信咯 就这样 买一件呢 买一件裤子来穿这些咯 穿穿 呃 竟然在一个星期里面啊 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膝盖的问题啊 好像完全不痛了这样啊 可能 可能 个人会觉得 有没有这样神奇哦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 是 真的是 完全 不会痛 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 一两个星期里面啊 OK 我大概记得啦 因为我穿了裤子 已经接近了一年了 哦 这你这么瘦瘦买买 真的 不要跟我们讲 今天才知道 哈哈哈 因为就 嗯 就没有 没有特意会要去分享这些 嗯 分享出来感觉 是不是很好咧 嗯 我其实是觉得这个裤子是可以 嗯 嗯 帮助到更多人啊 只要你们肯去相信这个裤子 这个裤子 呃 可能我们说 未必会有 很多人会去相信 但是只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了过后 嗯 你就会知道它的效果 还有你的骨子咧 还有我的骨子 我还有 买袜子咧 Arora Socks来穿 嗯 我的骨子 是完全没有痛 而且在两个星期前啊 我有去参加BE Run 嗯 我还有去跑步耶 5KM 5KM 嗯 我回来我的脚完全没有热 没有 没有feel到有痛的感觉 哈哈哈 真的很好 真的 我也觉得很神奇 这是那个骨子完全没有痛的感觉 完全没有 那个膝盖也没有 没有 所以你就走得很轻松 对 哇你好好咧 嗯 原本哦 这样子的健康状况啦 又有什么膝盖痛啦 等下又骨子啦 刚才Jesse还讲咧 嗯 阿妹其实你几岁啊 对不对 啊 不过OK啦 现在恢复年轻了啦 哈哈哈哈 当时 当时啦 你要买这条裤子的时候啊 你的感觉是怎样 带着半信半仪的 你会觉得贵嘛 呃 我会觉得很贵 你用几百块来买一条裤子 呃 OK嘛 你那时候经济能力不是很好哦 啊我那时候经济能力不是很好 我只买一条而已 嗯 那一条就赔我了差不多整年 还在穿着 还在穿着 啊伤很累累 但是我很 我虽然伤很累累 但是我还是依然那么爱她 嗯 喜欢穿她 嗯 像你觉得现在你 值不值得 啊值不值得 就是说你以那个价钱来买这条裤子 而且帮到你这样多改善你的脚的问题 你觉得值得吗 我觉得值得 我不用我不用去啊 呃 担心说我脚的问题 我要去看一次医生 看骨科医生 我用了几百块 我又要scan 然后要吃止痛药 吃了药 长期这样子吃药 对我们的身也不好 嗯 我是这样这样的想法啦 嗯 所以接下来你 你还要 你还有什么东西 要跟大家讲 嗯 我希望还没有尝试过 这个裤子的每一个人 只要你们肯去相信 这个裤子 它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裤子 然后也可以 把健康带到去每一个人 只要你肯去相信 要勤劳穿 要勤劳穿 对 裤子真的会说话了 还有瘦了一点咯 还有瘦了 还有对 真的她瘦了 我发现她瘦了 我发现她瘦了 这个是没有骗人的 我说阿咪 你真的是瘦了 今天我看到她 我多久没有看到你 就比一人到现在嘛 对嘛 现在两个星期是啊 两三个星期 两个星期这样子吧 我才看到两个星期了 她真的是瘦了 所以有些时候 我裤子不是说一开始穿 就马上看到 就马上有对 所以有些时候真的 是一定要持续 勤劳的穿 对 嗯 对 你还有什么 没有哦 你们没有多想 好了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真的很开心 能够把这样好的分享 带给大家 所以哦 如果你们觉得这分享很好 就多多分享给身边的人啦 OK 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say 拜拜